政府资助本地口罩生产明天接受申请 由厂商说原材料短缺 就算有资助,未必短期可以增加产量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内有15亿用来支援本地口罩生产 管理计划的生产力促进局公布申请详情 星期一下午3点开始厂商可以透过电子表格递交申请 再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审批 必须要符合五项条件,包括已经具备厂房、无尘车间设施 生产线所需设备和原材料 每条生产线每个月也至少要生产50万个口罩 据了解,这样是为了分辨厂商属于有兴趣建立生产线的筹备阶段 亦或已经具备生产能力 申请者也都需要证明无尘车间达到一定标准 还有有能力生产达到特定防护标准的口罩 每间公司第一条生产线可以获最高300万资助 第二条最高可以获额外200万 消息说预计可以补助,包括认证测试费用等等 至于材料、租金等的变动成本 当局就承诺每个月向每条生产线买最多200万个口罩 生产成本越贵,收购补贴会越低 据悉目标是鼓励厂家控制成本 有意申请的厂家说最难符合的是要找到足够和价格合理的原材料 内地真的是海鲜价 因为中间的层熔噴布差不多每天我收到的消息都在上涨 加上一两条全自动生产线去加大我们的产能 其实你都是预算200多300万之内 所以它的资助是足够的,但是就要时间 获资助公司必须要在年尾之前投产 计划最多资助20条生产线 消息说市场上有几家厂商符合申请条件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轩报道 谢谢大家